比国足还惨从0比0到0比6 亚洲近旅创直辱纪录 未来获遭国足调达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9日 中国男足正在积极的备战 11月份的两场失与赛比赛 国足目前的战绩是三负一胜 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的位置 下一场的对手为阿曼南足 如果李铁继续带领国足输掉比赛的话 那么国足想要晋级世界杯 恐怕真的成为理论性可能了 赛前阿曼南足的主帅也是立下军令撞 豪言如果输掉比赛 那么将会立刻辞职 所以此时此刻压力最大的 一定是国足主帅李铁了 当然韩国女足近期的一个表现 可以说是比国足还要惨 韩国女足作为亚洲第五的近旅球队 在对阵美国女足的热身赛中 首场是0比0占平 到了第二场交流中 韩国女足遭遇了一场惨败 输给了美国女足6球 射门次数的数据时更为难堪 仅为2比29 同时还创造了15次不胜美国女足的持续纪录 很多球迷将这场比赛 跟国足在2021年客场0比8惨败 巴西相比较 认为同样都是在比赛中毫无换手之力 国女足的世界排名目前为第18 中国女足则比韩国高一名是第17 所以能够确定两支球队实力并无太大的差距 而随着国足阵容中多位女球员前往海外知名球队效力 这肯定能够在未来帮助球队提升综合实力 至于韩国女足刘洋的球员现在仍是寥寥无几 中国女足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亚洲杯赛事中战胜韩国队 甚至是在未来吊打韩国女足 亚洲杯的分组抽签已经完成 位列第二党的中国女足最终是与印度 中国台北和伊朗女足落为A组 论实力而言中国女足小组出现肯定是不成问题 甚至是能够取得一个全胜的战绩 而目前中国女足的新帅还没有正式公布 但从球迷的呼声和官媒的消息来看 陈婉婷和赵俊哲的支持率是最高的 两人从执教水平来说都有自己的见解 只要能够合理的选拔球员 中国女足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